8月7日,于记董瓜瓜现身预告一个男明星谈恋爱的瓜,称对方是暑期荡爆火男明星。 于记直言要么飞升顶流,要么被截胡,此瓜一出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一暑期荡中魏大勋火爆出圈,但他和秦岚的恋情被拍多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不过于记指名道姓是暑期荡爆火男明星,不就是近期大火的人。 除了魏大勋之外,目前杨子和张婉毅主演的《长相思》正在热播中,这部剧的口碑也不错,观众讨论度很高,称得上是热播剧。 8月7日,有知情人士晒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主角是张婉毅。 张婉毅的身边还有美女相伴,引发了恋情的猜测。 从媒体晒出的视频中看,张婉毅两次被拍都是在南方工作的片场, 男方身上穿着的还是戏服,一次是黑色,一次是蓝色。 第一次被拍的时候,两人一前一后现身向着房车走去,由于采光不足, 女方的脸并未彻底露出来,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不知是工作人员还是另一半。 第二次被拍的时候,女方的长相被拍了个正着,颜值高,身材好。 张婉毅在拍戏结束之前,女方就身穿白色休闲服装,头戴鸭舌帽, 手里拿着手机等随身物品等在了张婉毅的房车外面, 虽说女方穿着打扮很低调,但是女生的高颜值还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颜值不输圈内女明星。 张婉毅姗姗来迟之后,和工作人员挥手再见, 而女方笑着从另一侧上前,走到张婉毅的身后之后, 女方直接上手推着张婉毅,两人一起进入房车内部。 从余季晒出的视频来看,女生长相不错,身材婀娜多姿, 即便是素面朝天,但是气质不输女明星, 从她和张婉毅的相处来看,两人之间是相当熟人, 不像是普通朋友,同时也不像是工作人员。 若是工作人员的话,要么陪伴在张婉毅身边, 要么直接在房车内休息,不会在外等候。 张婉毅的恋情瓜和董瓜瓜明天要爆料的大热明星恋爱瓜撞到了一起, 给人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 要知道张婉毅入圈以来,生活作风很低调, 就连朋友圈都是关闭状态,俨然一个老干部, 想必这样的人身边是不会随随便便出现一个不相干的异性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婉毅也曾在采访中提到了理想型另一半, 张婉毅描述的也很常规,善良、单纯、知性、孝顺父母、关爱家庭。 29岁的张婉毅也的确是恋爱的大好时机, 一个好男儿有另一半是正常的事情, 只是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张婉毅公开恋情的话, 对事业多少有一些影响, 不知道他是会直接承认恋情,还是默不作声,不回应, 以免流失女友粉,对于这一恋情瓜作等后续更新。 张婉毅,王楚然,禁组交藏, 网友喊话换女主,心疼男主暑期白肝, 要说这个暑期最热门的电视剧, 飞扬子主演的长相思,莫属。 战内热度值破33000,打破今年腾讯记录。 其他各项数据也是全面开花,都在这个暑期档登顶。 都说剧火捧人, 这部剧不仅再次验证了杨子作为九龄花的抗剧能力, 连带三位男主也真的火了, 邓威一周涨粉上百万, 谭剑次涨粉有超80万, 张婉毅涨粉也超60万。 杨子望男主的话题再次被提及。 张婉毅第一个出圈的角色是 觉醒年代的陈延年, 慷慨就意前的一个回眸, 让大家哭红了眼, 成了整部剧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名场面。 也让张婉毅在影视圈拥有了姓名。 但长相思播出前, 其实看好她的并不多。 觉得她的长相不适合拍偶像剧, 更适合拍那种年代感强的证据。 没想到播出后效果还不错, 张婉毅扮演的枪炫, 和杨子扮演的小妖, 有极强的CP感。 妖炫的青梅竹马CP, 张力十足。 两人有不少温馨的回忆, 小妖荡秋千, 枪炫帮忙推, 枪炫回西岩, 小妖霸气护着哥哥。 两人之间血浓与水的亲情难以割舍, 是香柳和屠山景都难以比及的。 枪炫还撑起了全聚的全眸线, 为了尚未获得权力, 能够保护好小妖, 娶了九个妻子, 将小妖越推越远。 明知和小妖永远不可能, 却当小妖是唯一。 只要不准她说祝福, 自己永远想着她, 就当小妖是自己的女人, 甚至杀害屠山景, 非常疯狂和偏执。 张婉一的演技, 也完美地演绎了这个角色。 得知小六就是小妖后的表演, 真是太到位了。 初听到亲爱高时的震惊, 确认后的悲伤和悔恨, 都在这泛红的眼眶倒尽了。 尤其是韩泪跪着祈求她的爱意, 我想和你长相手有错吗? 这一句是真的疯, 代入感超强。 演员红了, 也带火了相关代播剧, 但没想到自己的新剧刚进组还没开机, 就有不少网友表示可以埋了, 只因女主是近期一直在热搜上争议不断的王楚然。 王楚然因为演了我是人间烟火的女主许沁, 路人员降至冰点。 这个角色非但没有让她飞升, 反而被观众认定是白眼狼和恋爱脑的典范, 非常不讨喜。 如果只是角色人设崩塌, 可能不会招来这样大面积的抵制, 主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各路人马出来导游说她抢角色, 耍大牌, 人品差, 还有不少翻白眼视频流出, 让她本不富裕的路人员更是雪上加霜, 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了。 所以有不少网友表示, 王楚然演的任何剧都没兴趣了, 和她搭档的演员, 只有默默心疼一下, 只有在其他剧里再去弥补了。 最先开始心疼的是谭剑刺, 后来又在庆余年二官微下, 要求换掉王楚然, 紧接着就是这部交藏, 又在呼吁换女主了。 张婉逸刚刚结束搭档任敏主演的锦绣安宁的拍摄, 就无缝进组胶藏了, 人物设定是高冷腹黑郡王爷, 和聪慧貌美女土匪。 男女主张婉逸和王楚然, 今年一个凭借角色火了, 一个因为角色被潮出圈。 这局还未开机, 就有不少网友表示可以埋了。 还说张婉逸好不容易火了, 因为搭档王楚然, 这一个暑假又白干。 其实, 白干倒不至于, 除了交藏, 张婉逸其实有不少存货。 第一部就是和任敏主演的锦绣安宁, 原名长街掌, 是一部古偶剧。 还有一部关于林场的年代剧, 搭档郭涛, 刘林等实力派演员, 讲述两代林业人如何扛起自己的使命, 实现生态传承。 还有一部职业剧《非凡医者》, 搭档江沛瑶, 讲述天生患有交流障碍的青年医生陈辉, 进入浦云医院行医学习的故事。 最后一部是搭档孙姨的《我知道我爱你》, 《十年恋爱》无果的女花艺师许诺, 和背负家庭重担的宠物医生赵进, 两个大龄青年同样遭受各种逼婚、催婚, 逐渐相知相恋相依, 共同成长,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年代剧, 古偶剧, 现言剧都有了, 看来张婉逸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2016年极品魔王出道后, 七年十五部剧九部配角,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后激而爆发, 最终被观众看到,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那么, 你最期待它的哪部剧呢?